新竹市长高宏安四号早上搭机前往日本 但市府随即发布了人事异动 一口气五名重要官员异动 其中还包含副市长蔡立青 十一号将离开市府 消息也震撼地方 至于外界关心 她是自行请辞 还是市府的安排 蔡林青脸书上只提及关心台风灾情 高宏安去年底上任新竹市长 邀请检察官身份的蔡立青担任副市长 随时就职两人合影不到一年 副市长居然要离职 感谢蔡副市长以及团队 在这段时间对市政的努力 到底是自行请辞 还是市府安排 市府没有直接回应 而异动发布时间 还是在四号高宏安搭飞机前往日本之后 内容指出五个重要局处首长 包括副市长 文化局长 城市行销处长 城市行销副处长 和民政处长都有更动 包括多月第三波人事更动 副市长人选还未定引发外界关注 至于副市长的人选将择日不达 有最新的消息 一定都会在第一时间上大家宣布 未来呢 高宏安一旦遭到判刑 副市长就是代理市长的人选 在政治上 高宏安也必须要找一个听话的傀儡 副市长蔡立青 11号将离开市府 脸书只提及关心台风灾情 而回到去年大选 高宏安曾表示要揭发新竹大秘宝 随即邀请蔡立青担任副市长 如今秘宝还没找到 副市长就先离去 市府频频人事更动也引发外界联想 接着徐志迁清楚报道 请不吝点赞 抒热 转发 打赏 打赏 抹热 打赏 抹热 打赏 贵